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你受到的惊吓 我很抱歉 那男孩跟我差不多大 对吧 一年高考 他叫什么名字 相信我 知道的越多 反而对你情绪敷衍没有任何帮助 我一直觉得 凡是有名字的事物 都有灵魂 他一定也有个好名字吧 从小被爸妈寄厚望那种 或许希望他成为人中龙凤 或许盼着他 长命百岁 一生平安 但他就算是在那里面的事物 我看我把这些人都在那里面的事物 你觉得你不让他做什么事物 你不让他做什么事物 你不让他做什么事物 我看你这个人都在做什么事物 我都不会有人记得他了 你这样的生命 有什么意义呢 死亡是最让人无能为力的 也是最公平的 每个人的骨灰重要 都是一千八百克到三千一百克 那从不已成功或失败论英雄 只要存在了 就已经是意义 爹 没听说过一句话吗 有时候不幸也会降临到一些好人身上 你看完结我 就该明白 是 有人曾经跟我说过 拐杖也可以是武器 拐杖也可以是武器 我相信了 所以现在活得还不错 所以现在活得还不错 人的韧性是很强的 不论是你 还是那个孩子的父母 都会成本去 我得去忙了 你们早点回去吧 走 回家 我会看完 我会看完 我会想把你打算 我会想把你打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